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一下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模仿片直播,正向本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希望大家能訂閱 亦希望大家幫忙把直播節目和志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ToyToy說,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關心經濟多於這些話題 我認為也是,其實現在 有些事情根本沒有必要搞得這麼硬的,我認為 Maverick Wong說,學19年馬克布說 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強行夾人上車 其實這些結果,他們另外一邊也是這樣的操作 威就說,明顯周庭是有人放走的 政府經常侮辱市民,每個人都說抓 連一條陳童滾街,殺人都可以沒事的 實事又不做 但是天天就有新事做市民 不是這樣不行,那天要收錢,天天生期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就說,歌功頌德表揚自己做了事 無謂的,糾結在過去 專心做實事,搞好經濟好 其實現在 他們這班人全部都是借19年那件事上位 這個就是要說回 本來是說會先說華為的 但是現在是借少少位說說歷史 其實這件事就有點像土木寶之變之後 因為這個 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土木寶之變 明英中就被人抓了 這個我沒有資料,我憑記憶講的 如果有錯的話 就不好意思,因為我是憑記憶講的 土木寶之變就是 明英中被人抓了 好,明英中被人抓了之後 就打算拿贖金去贖回皇帝 接著 不是這樣 接著 明朝就把另一個皇帝拿出來 把另一個皇帝拿出來 把另一個皇帝拿出來 即是蒙古人抓了明英中也沒有用 基本上 好了 明英中之後就放回去 這個 明朝那裡 但是 一定要說 這個 代宗 舉了另一個皇帝 就是明代宗或者是景太帝 沒有把皇位給他大佬 沒有給回明英中 明英中就變成太上皇 好了 如果你有看近來的 國內的電視劇 其實有很多都是講明朝的 這件事你可能都看過了 那 接著 就搞了奪門之變 明英中 明英中搞了奪門之變 那奪門之變 有一幫人 就是 就是 那些奪門之變 我的看法 就是 受益人 那他們不就不斷說 那些受益人不就不斷說 他們有什麼功勞 其實就是 我說是我們 對你們上去而已 但是之後 明英中 結果 就是我的看法 結果 接著 都是收了 那些 奪門 功臣的皮 他們 之後 哈哈哈哈 就是 奪門之變 他復位之後 廟堂很多人都死了 那些功臣 包括于謙 都是要被人整死 就是 于謙他和王文 結果兩個人都是被人斬首的 其實 于謙還要棄屍街頭 抄家 整家人全部 鎮守 邊界 那 這個奪門之變之後 那些奪門的功臣 他就天天在說奪門之功 他們是這樣的 這是歷史的問題 Karen Chan說 明飛專有說過這段歷史 之前 湯圍做的一套 大明風華 其實也有說過這段歷史 就是 有些事情 我不是以鼓奉金 我是說過事實 有些人覺得他很大的功勞 他因為那件事上了位 他就不斷說那件事 其實你不斷說得多 到最後 皇帝也會煩厭的 我先說過事實 因為 英宗 他叫天順 他的年號叫天順 他天順的時間 就 將那些 奪門的功臣都殺了 之後 不是殺了他 是扁了他的官 有些人 就是 你如果經常說 奪門之變的功勞 其實 事實就是 這是多餘 他根本沒有需要奪門的 為什麼沒有需要奪門 其實奪門之變的功臣之後 有很多都是死了 為什麼 因為 有些事情根本不是你們的功勞 你是一些小人做的一出氣 奪門之變是 為的就是自己升官發財 其實 那些人有暴動 整件事鎮壓了 處理了 好了 是不是 你們的功勞 根本很多不是你們的功勞 有些都是中央在後面做的 那些事情 不關你香港的那些官士 是不是 事實就是這樣 我只是說說實情而已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 是真的 就是 現在每個人都在說自己有什麼功勞 國家安全 沒錯 人人有責 這是真的 國家安全是人人有責 但是當你把國家安全 變成了自己升官發財的利器的時候 那就有問題了 那就有問題了 威又說得對 景太帝沒有後人 王位怎樣都會回到應中手 是的 所以根本是沒有什麼奪門之功 奪門之變根本沒有什麼用處 那你就說 那些建制派沒有什麼做過的事情 我告訴你是事實的 他們真的沒有什麼做過的事情 他們是在以待斃的 現在是 我講過事實而已 如果你說 你這樣 是煽動一些人 憎恨中央 我沒有 我認為大部分的事情 根本是中央在後面 做了很多事情 香港的局面才會停下來 而且根本 當時的特首就是根據 中央的指示去做很多事情 或者是跟中央商議好 要怎麼做 但是現在上了位的那些人 他們自己好心 我認為他們都應該收斂一下 Sam崔就說 19年暴動縮起來之後 聲大大上位的所謂功臣 現在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有很多這些人 我講過事實就是這樣 算了 講到這裡 我本來沒想過講這個話題 不過看到有些網友講開 我就講一下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一下主題 我會忘了 我們會忘了 等你 你們說 我會忘了 如果憑我 我會忘了 你不能做 我會忘了 好 我會忘了 你 我會忘了 我會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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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